今天一位吴小姐给我们打来求助电话 电话里她说自己在罗湖一家夜总会上班 上个月的一天晚上由于是拒绝为客人提供色情服务 居然是被夜总会的保安人员给打骨折了 我们来看看具体是怎么回事 然后他们就说话恐吓我 就是我不出去不跟客人去就怎么样怎么样 就吓唬我 后来我还是不愿意 然后他们就抢了我的手机抢了我的钱 然后后来的时候在楼下就把我的这个手给弄断了 这个肩膀 吴小姐告诉记者 她原来在一家家具厂上班 工作压力大 一个月几千块钱的收入不够自己开销 她希望能够换一个既轻松收入又不菲的工作 后来这个朋友介绍 就是说那个什么 说楼库这边的夜场 然后呢 工作挺高的 每天晚上最少都有500块 在里面就是跟客人点点歌啊 倒到酒啊 然后那个有时候就玩玩骰子啊 这种像朋友一样的玩嘛 听说只要给客人点歌倒酒 一晚上就能够有500多块钱的收入 吴小姐不免就心动了 在辞掉原来的工作以后 经过朋友介绍 很快便来到了一间名为经典会所的夜总会上班 她里面有很多种工种 就是说公主呢 就是在房间里面帮客人点点歌啊 倒到水啊 然后那个有时候跟客人玩玩骰子啊 就是这样的 就是像朋友一样的这样玩 然后她里面有这种专门做台的小姐 有入职的小姐 这些小姐呢 她会给客人提供卖营服务 就是种类不一样嘛 在得知有这两个工种之后 吴小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做公主 可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她的这个所谓的公主 其实地位跟小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吴小姐说 在遭到安保人员和负责人的指责之后 她便明确告知他们 自己是来做公主的 不是来做小姐的 希望对方能够就此放过自己 他们好像的意思就是说 反正只要是在里面工作 不管是公主也好 小姐也好 反正只要是那个客人要求出去的话 你们反正都不能得罪客人 就是这样的 得罪客人就是得罪了他们 反正呢 他们的那个事情也无法运作 就是方方便面 到了这个时候 吴小姐才明白自己的真实地位 最后她便具体力争 无论如何也不肯陪客人去开房 吴小姐告诉记者 由于她不肯配合 会所保安不但是强行拿走了 她的手机和身上的几千块钱 而且还把她的人给打骨折了 他们对我又拉又推的 然后后来的时候 我这个手就被那个里面一个 像打手一样的 反正那个所谓的内包吧 然后后来的时候 在楼下就把我的这个手给弄断了 然后后来医生检查 就是左肩锁骨粉碎性骨折 看来真是硬了那句话啊 世界上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 这天上也没有掉线品的事情 所谓的既轻松又能赚钱的工作 只不过是吴小姐的一厢情愿罢了 不过再说到现如今一些夜总会什么的 确实还是存在不少的非法勾当 而吴小姐所在的这家夜总会 真的存在强迫卖淫 甚至伤人等等情况吗 因为我们只有去找警方 警方反正就是 警方就说一直说也说帮处理 但是呢这一个多月了 只是把我的手机拿回来了 其他所有的那个什么 包括拿我的钱 我抢我的钱那几千块钱也没给我 然后呢那个什么 说我的伤势啊 认识这些赔偿也没有给我 什么都没有说 听完吴小姐的说法之后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情况 记者一行又陪同她来到了这家会所 希望能够找到当天晚上的负责人当面对质 见会所白天无人上班 值班人员又自称没有老板的电话 无奈之下一行人只好来到该会所所在 详细的派出所了解情况 然而由于办案民警正好休息 吴小姐只好通过电话与她联系 对此吴小姐表示 但是由于自己不肯屈从 当天晚上双方确实是发生过争执 自己也可能是不小心打坏了对方的几个杯子 但那都是为了自保 并非是故意所为 对于对方的说法 吴小姐表示很生气 电话里他向办案民警表示 自己砸东西和对方保安抢自己钱 并将自己打伤根本就是两码事 不能够互相抵消 由于吴小姐和对方发生争执的时候 是在六楼的会所 而吴小姐声称 对方保安将自己打伤的时候 他已经乘坐电梯来到了会所外的停车场附近 因此虽然吴小姐在会所内 打烂对方杯子的视频 给保留了下来 但是被对方打伤的事情 一时还没有视频证据 因此办案民警希望 吴小姐第二天再去派出所一趟 当面向她说明情况 中国所有情况来看 这个案件已经涉嫌了刑事犯罪 第一个就是涉嫌了故意伤害罪 第二个就是强迫满淫罪 无论哪一个罪名 对于公安来讲 都应当按照被害人提供的犯罪线索 及时进行立案调查 经调查如果说符合立案条件 就要对相关责任进行相关的处理 如果说就是不符合立案条件 您也要书面的回复被害人 由被害人的相当的上级机关 或者是检察院进行申诉 这样的话对被害人的利益 才是最大化的保障 都市记者综合报道